欢迎收听《一飞独步天下》,我是纪云开,如果你喜欢我的话,就到平衡去来找我吧。 第744集 纪云开只是异能消耗空,人虚弱罢了,但他说他无事,消去完全不肯信。 本王眼睛没有下,你连站的力气都没有,还叫没事。 萧九安的脸色很难看,哪怕此刻纪云开毫不避讳地靠在他身上,也没有让他高兴,反倒不断地往外释放冰冷的气息。 作为被纪云开依靠的那个人,萧九安很清楚纪云开有多么虚弱,要是平时纪云开不会这么乖顺地靠在他的怀里。 就算是靠,也不会将全部的力量都压在他身上,但现在,纪云开就将全部的重量都压在他身上,完全依靠他才能站稳。 你的脸色很难看,最好去休息一下。 凤琪就算知道是怎么一回事,也依旧很担心。 经历耗尽是个什么滋味,他不知道,但他可以想象得出,绝对不会好受。 萧少蓉本不想开口,听到凤琪开口也不得不说两句。 对对对,快去休息吧,不然明天没力气爬出去。 他不能让凤琪独占王妃的注意力啊。 不用担心明天外出的路,我已经弄好了,我们绝对可以出去。 纪云开发现,这几个人直到现在也没有发现山壁的变化,不由得气馁。 这三人平时那么细心,那么厉害,怎么今天智商全都不在线上? 他突然变得虚弱,这几个人只知道关心他,却不问为什么。 还有,山壁上的变化那么大,这几个人就没有看到吗? 纪云开十分怨念,总觉得自己的辛苦白费了。 他之所以这么辛苦,就是为了显摆一下阵阵这三人,结果他有一种抛媚眼给瞎子看的感觉。 这三人还真是眼瞎,到现在也只看到他虚弱,却没有看到他身后的变化。 纪云开不是一个藏不住室的,但此刻他根本没有隐藏自己的真实情绪。 凤琪看纪云开就差把怨念写在脸上了,不由地笑了。 看到了,但不值得了。 除了萧绍容,恐怕他们都看到了,只是和萧九安的想法一样,那点东西没有纪云开重要。 又一次被凤琪抢先,萧九安狠狠地瞪了凤琪一眼,随即才低头对纪云开道。 不急在意识,晚一天走便是了。 你们看到了,居然也不说一声,你们就不惊讶吗? 纪云开不可思议地看看凤琪,又看看萧九安。 这两人看到了,不觉得震惊吗?不应该夸夸我吗? 为什么一个个都这么淡定?这让我很没有成就感好不好? 有心想要给人一个惊喜,结果发现自己精心准备的惊喜,一点也没有让人惊喜到。 这种挫败感真正叫纪云开无力。 果然,跟太聪明的人打交道,心好累。 有什么好惊讶的,又不是没有见过。 这一次萧九安抢在凤琪前面,没给凤琪说话的机会。 你们在说什么呀?看到什么了? 看到三人的对话,萧少蓉一脸懵圈,完全不明白这三人在说什么。 不过,这也不能怪的,主要是这会儿天色已经暗了下来,要不仔细看,或者不是心思敏锐的人,还真的发现不了山壁上的变化。 毕竟,不管是爬山虎还是藤条种子,都是紧紧贴在山壁上,根本不显眼。 尤其是在萧九安来了之后,就更不显眼了。 纪云开被萧九安和凤琪打击得不行,转而听到萧少蓉的话,不可思议地看着萧少蓉。 你真的没有看到? 还有这么蠢的人? 啊?看到什么了? 萧少蓉看着纪云开一脸不解。 后面,山壁啊,那…… 纪云开转身指着山后的墙壁,然话说到一半就停顿住了。 眼睛瞪得大大的,盯着山壁猛看,似要看出一个花来。 啊?王妃,这是你弄的? 萧少蓉初识没有看仔细,仔细一看才发现山壁上爬满了绿色的植物,当即惊喜地大叫,不顾形象地跑了过去。 天哪,王妃你太厉害了。 终于有一个正常的反应了,但纪云开却高兴不起来,因为…… 哎?王妃,这……这怎么死了? 走近的萧少蓉看到山壁上枯黄的叶子,不由得吃惊。 没错,这就是纪云开无法高兴的原因。 他刚刚耗尽异能才种出来的爬山虎和藤条,叶子全变黄了。 没有一丝的预兆,就这么一点点枯死了,就在他面前瞬间枯黄。 不用想,也知道谁是罪魁祸首。 纪云开气得猛地把人推开,大喊。 小九安,滚滚滚,你给我滚远一点,离我的爬山虎远一点。 纪云开简直想哭了,他知道小九安很毒,可是真的没有想到小九安这么毒。 小九安后退两步,不自在地摸了摸鼻子。 呃,这是意外,真的是意外,要不是担心纪云开的安危,他也不会生气。 他不生气,这些绿植也就不会死得那么快了,所以这真的不是他的错。 叶怀你个鬼,这都是第几次意外了,你说,你怎么就这么不招人喜欢,连花花草草都看不惯你。 纪云开看着一脸无辜的小九安,恨不得重重地咬他一口。 这男人太讨厌了,这是第几次弄死他养的花草了,之前也就算了,都是做观赏用的,但这一次不同啊,这一次他们要靠这些花草出去的,小九安却又弄死了他们,简直了。 王爷,你弄死了? 没有一点眼色的萧绍容萧绍煮,拿着一片枯黄的叶子走了过来,递到小九安面前,眼里满满都是佩服。 这么快就弄死一片花草,萧绍容威力无边呢。 一边待着去,不能拿寄云开怎么样,还不能拿萧绍容怎么样呢? 萧绍容威力无边呢? 萧绍容威力无边,一挥手就把人推开了,萧绍容谅枪一步,险些摔倒在地,幸亏凤琪及时拉了她一把。 夫妻吵架,我们外人不能掺和,走吧。 凤琪不仅拉了萧绍容一把,还把没有眼色的萧绍容给带走了。 萧绍容愣了一下,扭头看了凤琪一眼,见凤琪风光济月,夜莲坦荡,不由得心生佩服。 果然是完美公子,君子典范,佩服啊。 哎呀,本集又结束了,我们下集再见咯。